中国将展开上亿人移动的过年返乡 今年是疫情以来 中共首次允许民众回乡过年 外界担心正处于疫情高峰期的中国 会出现报复性返乡潮 触发农村大规模交叉感染 湖南绍阳县1月5日发消息喊出 非必要不返乡 随即登上网络热搜 当地官员挨轰活在上个世纪后 改口称欢迎 并立马删除文章卸责基层 中共在无准备的情况下 无预警突然放松防疫措施 令全中国疫情大规模爆发 死亡人数极升 民众对政府的无能怨声载道 在这个背景下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根据英国悬疑小说 无人生还改编的上海同名话剧 被取消演出 评论认为无人生还被封杀 是因政治因素 以影射中共无能 剧名本身触犯了中共禁忌 外媒《华盛顿邮报》周三报道 中共当局对去年11月 参与白纸抗疫活动案人士的紧张恐惧程度 远超过去的人权活动家和异见人士 中国各地警察正利用过去十年建立 并在疫情期间运用娴熟的监控系统 对参加11月白纸抗疫活动的人士 进行事后拘捕和审讯 白纸革命爆发后 中共当局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放松了持续三年的疫情风控政策 随后各地疫情及死亡人数剧增 为平息舆论不满 中共专家纷纷发声为当局防疫政策站台 而对于质疑声音 当局予以压制 近日微博官方以攻击专家学者为由 对网络大V刘春 做毛孔沁冬等1120个账号 实施禁言处置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